《垃圾教宿》 垃圾教宿除了为家居生活带来方便和好处之外 也在自然农耕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它不只对农作物带来好处 也能够保护生态环境和地球 还人类健康的居住环境 《垃圾教宿》系列报道第三集 我们带您到金马伦高原去 看看垃圾教宿如何为农夫带来意外的惊喜 金马伦高原气候天高气爽 不只是国内著名的避暑生地 更是农业重要的开垦发源地 除了出产茶叶 它也是国内最大的蔬菜和花朵种植区 杨韵天是金马伦高原的菜农 自1988年 从爷爷和爸爸的手上接手管理菜园之后 他就不辞劳苦地在农场耕种 去年5月 他在机缘巧合之下 结识了教宿拯救地球的倡导者Dr.Joanne 在聆听了Dr.Joanne解说教宿的环保功能之后 杨韵天深表认同 并决定摒弃之前农业局批准使用的 无公害化学农药 而改用垃圾酵素 采用垃圾酵素六个月下来 他已经看到了一些改变 我就发现到酵素确实有它的功能 它可以把土壤里面那些毒素啊 中金属之类啊 把它分解成为肥料 所以我现在都一直长期在用这个酵素 而且它对这个对我们健康 还有对这个空气都很好 为什么我们不大量推广去用这个酵素 菜园里水手可得的大量损坏的菜叶 就成为了酿制垃圾酵素重要的材料 杨韵天说酿制垃圾酵素其实一点也不难 只要将黄糖和菜渣以及水 以一对三对十的比例倒进桶子里 封闭三个月后就大功告成了 这个桶很堪是200L 而我们做是没有放那么满 因为我们还是毕竟要有一些空间给它发酵 我们只是我这个桶我放到120L水 然后这个垃圾是36公斤 它上面产生那个摆设的东西啊 摆设的墨啊 这个其实我们是不用怕的 这个是它的保护层啊 也可以叫做酵母菌啊 这个是没有害的 我们只要这个不是黑色 不是五颜六色 它就没有问题这个酵素 这个是成功了的酵素 而且它的味道也不会臭啊 杨韵天将酿制好的垃圾酵素液过滤 然后倒进水池里 池里的水再透过输送管 喷洒在农作物上 每个星期喷洒一次 要是遇到旱季呢 它通常会用稀释好的垃圾酵素液 直接浇洒在农作物的根部 让土壤直接吸收酵素的营养 颜色啊质量啊都有改变 不像之前我们种的那个蔬菜 那个颜色怎么看到不鲜艳啊 而且它的那个口感都相当好 还有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酵素能分解那些农药的那个 那些毒素啊 那些种菌素啊 所以我们 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蔬菜 是不是对消费者都有很好的 有健康的保障啊 垃圾酵素会在土壤里产生臭气层 这能够刺激昆虫的眼睛 破坏昆虫卵的发育 在不使用化学农药的前提下 杀灭害虫 减少害菌 喷洒垃圾酵素叶的蔬菜叶子会比较茂盛 根茎也比较多 另外垃圾酵素还可以刺激蔬菜或水果树的荷尔蒙 提高品质和增加产量 之前我的菜收成是要30天啊 现在它可以缩短到27天到28天这样 就是缩短到3至5天 它确实它有能把它那个泥土的一些养分啊 转化成它所需要的那些养分 所以那个植物生长到又健康 结果学会酿制垃圾酵素后 从前被它当作是垃圾的菜渣 现在却变成是可以再循环利用的垃圾酵素原料 杨芸天偶尔还会从水果商和其他菜农那里 捡取水果皮和菜渣回来酿制垃圾酵素 我们金马轮的这个菜叶那么多 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收集回来拿去做酵素 然后把它转化成这个肥药 供应给我们的植物 一方面也可以环保 菜渣不单只可以成为垃圾酵素的原料 还可以做堆肥 连垃圾酵素的渣子也同样的可以当肥料使用 减低使用化学肥料 进而减少菜农日益沉重的成本负担 长期使用垃圾酵素还可以改善土壤的素质 因为它中和了土壤的酸碱性 把平级的土地转变成肥沃地 植物我们长期种这些植物 它吸收泥土的养分 它所需要的养分都把它吸掉 现在我们又把这个植物拿回去做堆肥做酵素 它也可以供应回给我们的这个植物所需要的养分 这个主要它是那个纯环 而为了防止暴风雨侵袭农作物 以及控制降雨量 大多数的菜园都会搭建塑胶防雨棚 但是长期处在塑胶原料里 释放出来的有害气体 再加上化学农药的蒸汽 对农民的健康有害 垃圾酵素经过分解后 释放出来的臭气层 有杀菌除臭的功能 可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 Dr. Joanne她有讲过 她就是说 这个塑胶原料在产生那个化学作用 释放出来那个毒素 它会对我们人体 尤其是我们男性 会有这个前列腺癌的 这个巴仙力会很高 她说对女性 假如女性长期在这个塑胶原料底下工作的人 无癌跟子宫癌的比例 风险会很高 所以我们一听到这样子 我们也现在一直大量在用 也推广身边的朋友 放眼望去 眼前是一大片轻松嫩叶的双胃菜 菜园因为采用垃圾酵素的原因 空气中漂流着的是一股特别清新的味道 丝毫没有化学农药的浑浊 而且四周环境也鲜少见到蚊虫的踪影 输送水管里头剩余的水就会排放进水沟 然后流进河里 水里含有的酵素能够净化水质 保护我们的环境 看来垃圾酵素间接地成为了净化大地的救星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